一大犀牛队的前总教练徐生明今年8月猝士了 许家人为了缅怀徐总将从11月30号起 在徐总的故乡高雄的美农举办徐生明今年特展 要让球迷追思徐总的棒球人生 拿着徐生明总教练的遗物 她的遗霜谢荣耀夫人 娓娓道来每一项物品背后的故事 距离徐总猝士已经三个多月 夫人也终于整理好徐总教练神后的物品 并选在故乡高雄美农的客家文物馆 举办徐生明纪念特展 展示徐总生前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除了徐总一声叱咤棒球场的相关文物 包含事发当晚徐总倒下的沙发 以及和夫人最后一次慢跑时手上戴着的马表 通通都会在展示期间供球迷缅怀 而夫人自己最舍不得的 还有两人从交往以来徐总收藏的一件件纪念品 结婚前他就已经用的钥匙圈 相片还在 是我们还没有结婚的照片 这一次是去一大整理他的宿舍 他宿舍的钥匙 居然挂的是这个钥匙圈 大家一定不知道 球场上有着铁汉形象的徐总 私底下有如此柔情的一面 而且不但是爱妻的好老公 还是位孝顺的儿子 他这一两年帮我公公婆婆 前手指甲脚指甲 戴着老发眼镜 我婆婆会抱有时候会抱怨说 指甲还没有长长又被他剪掉 文物展的展期将从11月30号 开放到明年的2月15号 配合展览第一届徐盛名全国少棒锦标赛 也将在美容国中开办 怀念许总的球迷们不妨亲自走一遭 追思这位台湾棒谈的传奇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